他直接他的文宣上面就寫了 他是候選人 然后他来办这个活动 邀请大家小朋友 国小学生的家庭联络簿里面 直接贴上了这样子类似的文宣 家长看到孩子的联络簿 有免费入场活动 只是部分的宣传单上 印着民进党高雄市立委候选人 赖瑞荣的大头照 学童联络簿为何沦为 立委候选人的宣传场所 国民党接获家长爆料 不止一位候选人介入校园 请老师直接传到某国小各个群组内 上面清楚的载明 立法委员许智杰办公室 凤山一所国小的家长群租立 宣传年底的亲子公益活动 po出照片的就是学校老师 家长怀疑简直是透过学校 宣传特定候选人 就连高雄大型的展览场地文化中心 要办亲子公益活动 立委候选人黄杰也参议咖 但是你的DM上面就明明白白的写着谁 黄杰他是候选人 既然是候选人 这就是一个选举活动 所以他当天会不会在现场出现 如果会 这就是一个选举活动 国民党十九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控诉都是民进党高雄市立委候选人 用政治活动包装成亲子公益活动 趁机宣传 还疑似把政治力深入校园 在文化中心举办的指风车活动 主办方式民间团体都符合相关的规定 所以并没有行政不中立的问题 风波延烧到高雄市文化局 发声明强调 十二月二十四活动申请单位 确实是基金会 但如果当天候选人穿竞选背心 带竞选旗帜出席 就属于选举造势 恐怕会触犯法规 TVBS新闻 吴宗旭三娟 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